我喜歡喝咖啡 但不是每種有咖啡味道的食品我都喜歡 很多年前我妹妹做了Mokka的磅蛋糕給我吃 誰知我一吃就已經愛上了 除了吃到濃厚的咖啡味道外 口感大一點濕潤 吃完一口咖啡味還留在口中的感覺 簡直是一種享受 但好吃的食物很多時候都需要花多一點時間製作 今天做完蛋糕三日後才可以吃 提早打開效果不一樣 今天會用無鹽牛油 砂糖 雞蛋 低筋麵粉 杏仁酒粉 泡打粉 即用咖啡和咖啡酒 即用咖啡其實什麼牌子我都會用到 但一定要選濃度和香味比較重 而且要用這些粒狀的咖啡粉 千萬不要選錯用三合一咖啡粉 如果可以最好用新開的咖啡粉 香味一定會很香濃 我沒有特別選擇的牌子 但咖啡酒我一定會用這個牌子 以前在香港很少見到可以買 每次都是我妹妹從日本帶回來給我 但現在我看到香港也有買 真的方便很多 介紹完食材 在開始之前我們都需要一些準備的功夫 無鹽牛油需要提前從冰箱拿出來軟化 而雞蛋也需要回暖到常溫 接著我們要準備好熱水和磅好的咖啡粉 這裡要特別注意 水一定要非常熱 否則可能將這麼少量的咖啡粉全部融在一起 將非常熱的水加入即溶咖啡 慢慢將它攪成張狀 跟一般咖啡有少許分別 因為加的水份比較少 所以如果只用一個匙羹慢慢攪 可能比較難將它全部融在一起 通常我們會拿多一隻匙羹幫忙 直至咖啡瓶完全融合為止 攪勻後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最後我們需要一個磅蛋糕 做磅蛋糕最好過兩次篩或以上 所以在開始之前先將低筋麵粉 杏仁粉和泡打粉過篩一次 過篩完之後可以放在一邊備用 最後我們需要一個磅蛋糕的模具 蛋糕模裡需要加上一張牛油紙 我們將牛油紙反轉向下 再摺出跟底部一樣大小的線條 再用剪刀剪開摺疊的位置 完成之後就可以將它放入模具裏面 全部都準備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蛋糕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用超級軟化的牛油 這樣會比較容易和蛋漿混在一起 首先用打蛋器將無鹽牛油打散 摺下來加入砂糖 用高速打法5分鐘 直接變白和蓬鬆為止 蛋漿要分4次加入 每次用高速打1分鐘 注意了 如果蛋漿加得太快 有機會會油水分離 這樣會影響到蛋糕出來的品質 所以這裡真的不可以心急 其間如果你發現有很多未均維的芝在旁邊 就可以用刮刀幫忙調節在中間 再開始打法 把剛才準備的材料拿過來 我們就可以將它們全部混合在一起 首先將已經過篩的粉類全部加入粉漿 這次就是第二次過篩 用切拌法將它們全部混合在一起 直至表面完全沒有粉粒 然後加入咖啡漿和咖啡酒 同樣用切拌法 混合直接粉漿變得光環為止 將麵團慢慢倒入模具內 全部粉漿加入後 可以輕輕拍幾下排出空氣 最後用刮刀將表面鋪平 最後用刮刀將表面鋪平 放入焗爐用160度先焗15分鐘 15分鐘後蛋糕表面焗熟薄薄的一層 打開焗爐後輕輕在蛋糕上割一刀 好 作用是等蛋糕膨膨脹的時候 不會爆得亂出白糟 焗出來就好多了 完成後繼續用160度焗30分鐘 在等的同時 我們就可以準備好我們的白糟地和咖啡酒 時間夠之後就可以用一支牙籤檢查一下蛋糕熟味 如果牙籤上沒有黏到任何麵團 那就代表蛋糕已經熟了 要注意了 剛剛焗起的蛋糕非常熱 鬆軟和易碎 所以動作要放輕手一點 我們用手拿著兩邊不熱的牛油紙 把蛋糕拉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平碟上面 打開牛油紙之後 再用一張廚房紙 幫助處理整張牛油紙 記住這個動作要很輕手 不然整個蛋糕就爛了 趁著蛋糕還熱的時候 立即塗上白糟地和咖啡酒 每一面都要很均勻地塗上 特別在中間的位置 可以塗多一點讓它滲進去 記住不要漏了底部 可以塗少許在底部 讓它慢慢吸收 完成之後 立即用牛油紙包好 然後放在一邊攤凍 而這個作用就是 希望咖啡的味道 沒有那麼容易散走 但又不用完全封吃完 輕輕包著就可以了 等蛋糕降溫之後 我們就可以包上兩三層保鮮紙 為了令更多的咖啡香味保留在蛋糕裏 我們再加多一兩層石紙包著 完成之後 放進冰箱 冰箱72小時 轉眼間過了三天 我們可以慢慢把石紙和保鮮紙打開 我最喜歡吃的口感 就是把這條磅蛋糕一分為八 不知道你又會不會跟我一樣呢? 這個磅蛋糕雖然製作時間需要三天 但味道和口感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配上一杯咖啡 是時候冬一口午茶 你也快點一起試試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其他甜品想我為你示範 都可以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 拜拜 一點點 再畫一畫 我們是否沒在乎 每一刻明天 都可以乱解 我們已經在羊肉 這個影片 在羊肉 我們是否有天作 在羊肉 因為我們是否能放在羊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